請問繼續來看的是 國際輿論社結合到社員接種 美金的7萬7千塊 特別來個地刷定的 視訊遠距教學平台 關鍵給教育報 今天你聯手工藝大學的事主 來參與完成到 協助刷定三位系統 推動營業的教育 希望可以改善到平衡 國際教育資源不足的這個問題 英文靈略是大致 國際社會的基本條件 在平衡議員教育 是必須比較協助的一群 國際輿論社結合輿論人 接種美金7萬7千塊 建定順序視訊 關鍵國學平台 關鍵給教育報 在孫教育資源協助的時 我知道有幾人跟嘉義大學協助 讓今天迎議教育資源正式 簽署 國論社的這些社友們 就遇到這個遠距教學 這個計劃就開始尋找的 這些弱勢偏鄉小孩的 這些數量一直在尋找 結果一找太多了 哇 全台灣省超過3千多個 然後光我們3470地區 雲家南澎湖地區 就900多個小孩 但是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變成失之不夠 然後我們就求助於嘉義大學 結果嘉義大學教育長 就一口答應 配合校長的政策 然後就直接就一爽口答應 然後提供了100多位的大學生 來教這些小孩做遠端的教學 嘉義大學來講呢 我們外語系正好有這一個 英語教學組 那我們的這一個 教學組就是在 英語教學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有看到嗎 那我們這一次呢 能夠結合一個 福人社在硬體上的建構 能夠發揮硬體的功能 尤其是利用數位雲端的科技 可以打破這個空間的一個限制 尤其是在偏鄉 有了一台電腦 它就可以無眼福建 那我們的學生也不必 這一個偏鄉這樣的奔波 利用已經建構的 這一個雲端的技術平台 可以透過這一個視訊 也可以透過已經可以 馬上上線的這一個軟體 今天參加這項家園 偏鄉修學學校長 也出席這個參數見證 感謝各個福人社 看到偏鄉疑問教友的學生 讓小朋友有機會 利用視訊教友 添加意見令列 總感鄭吉凡表時 有情婚、家、人 以及偏鄉四館期 總共有五十八福人社 還選出偏鄉修學有五十五斤 九百六十四位 學生家庭的學生 參加這個福人家園 我們在九月二十五號 會在台北市議會的大禮堂 會有一個線上開學的 全國性的大活動 這個全部會有三千多個小孩 然後全部會在這個線上 同時間開學 然後大小學伴會開始就學習 那個這是一個大型的活動 那當然就是 福人社當然是一個牽線一個頭 但是這個頭完之後就是會有持續性的關心 關心這個孩子 這些孩子有沒有學習的障礙還是有什麼困難 發覺會有更多的問題 相信未來一定會有很多問題 我們要遇到問題 要怎麼去克服這個問題 再來想辦法 輔助偏向教育一組少年人的未來 渡速記台 竟愛所有輔導師 協助厚秀營業教育 課實力補助 讓整個偏向教育 授為視訊價位 發揮到竟講大 竟有考論 最新新聞 創皮董 葛基琪 蔡宏波登